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师Ronnie Wang 那我今天要来上的课是用试算表来玩资料 VLOOKUP怎么用 那这堂课会教你什么呢? 会先教你什么是试算表 如何用试算表处理资料 然后Google试算表怎么建立出可以共享的试算表 以及如何使用VLOOKUP这个非常强大的函诗 那上这堂课之前你要有什么样的准备呢? 你只要有一个Google账号就可以了 那怎么样开启Google试算表呢? 你只要到你的Google首页 然后到Google首页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九个点的图示 点它一下 然后往下拉 你就可以找到Google试算表 然后找到试算表 它是一个绿色的图示 点进去里面 就可以进到你的试算表首页 然后这个时候 你只要按右下角的加号 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空白的试算表来做编辑了 那什么是试算表呢? 其实像我们今天上课用的Google试算表 或者是OpenOffice 或者是微软的Office Excel 其他都是试算表软体 然后它的用法也都非常的相似 韩式的参数 韩式用法都几乎大同小异 所以今天的课程虽然是以Google试算表来做示范 但是其实在OpenOffice Calc 或者是Excel都可以使用 那试算表有什么样的层级呢? 首先以Google试算表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是一份试算表 那一个试算表上面有非常多的工作表 所以现在有一个 那我可以新增第二个工作表 然后每个工作表都是独立的 我都可以各自编辑里面的内容 那一个工作表里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储存格 那其中的储存格 它上面会以英文字来当作它的列 所以有A列、B列、C列 然后以及以数字来当作它的行 所以有一行、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 那么有了储存格 那我们就会有一些坐标来描述格子 或者是描述范围 比如说B3就是描述B这一列的第三行 如果描述范围 我可以用B3冒号C4 所以例如说 我可以加上等于 然后B3冒号C4 你会看到这个范围就这四格 从左上方的B3到右下方的C4这一格 那么我们的范围其实也可以不加数字 例如说B3冒号B 那么它的范围就变成像是B3冒号B 它就从B3往下一直往下到五指径的大小 然后或者是也可以是B3冒号C 它就是B3到C3这两格往下涨到五指径 那么我们在英文字的左边 或者是数字的左边还可以加上前号 那加上前号有固定的功用 那等一下的练习会讲到 为什么会用到固定 那再来讲韩式的用法 那我们要使用试算表的韩式 那么我们只要在格子里面 用等于开头就可以使用韩式了 那韩式有简单的试者运算 比如说我在这边写等于A3加上B3 那我就可以让这一格 我现在在E3这一格 让它显示A3加上B3的数值 所以我这样打了这韩式之后 一还是零 因为我都没输入东西 那我只要输入A3输入1 B3输入2 那么它就会显示1加2等于3了 那韩式除了基本的四则运算以外 还有像是SUM这样的韩式 那这韩式就是加总的意思 它里面的参数就是使用一个范围 所以我就可以打 等于SUM夸号 我的参数都是用夸号夸起来 然后以及我给一个范围 A2到B3 那它就会帮我把A2到B3这四格的数字都加总起来 所以我只要随便输入跟增加一个数字 它就会帮我把四格的数字给加起来 那我在其他地方输入就不会影响到它了 好 所以以上就是一些基本的示范表的使用 那么下面有连结可以看到Google的文件里面会讲总共有哪些韩式可以使用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从里面点进去看 那再来我们就来做个练习 我们用成绩单来当做翻例 那我们来点进这个网址 所以各位同学假如要做练习的话 今天都可以从头影片里面直接点进去练习的网址 那进来之后我们会看到有一个成绩单网页 那么我们在这个网页里面按Ctrl加A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全选 我们看到它被蓝色选起来了 然后我们在任何一个文字的地方 按右键选复制 然后这时候我们回到这个示范表来 然后我们把滑鼠点在最左上角这一格 按右键选贴上 我们就可以把刚刚的成绩单贴过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先把第一个标题砍掉 那我们怎么砍掉第一行呢 那我们只要把滑鼠点在 放在就是这个一这一行的地方 在这个一的上面 按右键可以选删除列 就可以删掉了 好那我们要用成绩单来做什么样的练习呢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三件 第一件事是我们要算 每一个同学的平均分数是多少 第二件事是我们要算 每一个同学排名是排第几 然后以及第三个 我们要算每一个同学不及格的科目有几科 那首先我们先来加一个平均栏位 那么我们要算平均要怎么算呢 所以图法列钢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用等于 然后这赖英同学他的分数是在B2C2D2E2跟F2 那我就夸号B2加C2加B2加E2加F2除以5 就可以得到他的平均是75.2了 那这方法还蛮图法列钢的 如果那个分数很多其实打起来还蛮累的 所以比较省力的方法是可以用韩式的做法 那么平均的韩式我们有写在同一片就是Average Average就可以算出平均 那我只要用等于Average 然后夸号 然后这时候 我可以用手打的 也就是说打B2冒号F2 这样他就把我框起来了这个范围 我也可以就是打完夸号之后 这时候用滑鼠点 那滑鼠点怎么点呢 我只要滑鼠点在B2的位置 按下去不要放开哦 这时候不要放开哦 然后按着不放不放不放 慢慢拖移拖移 把它拖到F2的范围 那他就 这个时候再放开 他就帮我选好了B2打F2 所以你可以选择用手打的 也可以选择用滑鼠拖移的 然后打完之后 再来我们就看到平均分数被算在这里了 那么 再来 那我们有这边总共有 我看一下总共多少同学呢 一直到第101行中有100个同学 那么我们要打100次这样的韩式嘛 那真的会累死了 所以其实我们不一定要一直打一直打 我们可以按右键选复制 然后我们在这一个 第二个贴上 我们看到四算表里会很贴心的 本来的范围是B2到F2 它很贴心的帮你平移到B3到F3 所以我们只要一直按右键贴上 一直按右键贴上 那只要贴上了100次 就可以把同学平均都弄完了 但这样真的很累 所以我们不一定要那么累的用贴上的方法 我们还有一个方法是 我滑鼠点在目前我有打的最下面的一格 然后在这一格 我们会看到它右下方有一个小方块 然后当你滑鼠放在小方块上面的时候 它的滑鼠指标会变成一个十字架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按着不放 然后往下拖移 就可以把这一格的结果直接复制到我拖移的范围 所以我拖几格它就复制到几格 但是 好 这样子 但是其实会有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知道太多 我知道有100多行 然后我常常往下的时候会过头 然后回来又过头 那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呢 有的 只要我滑鼠放在这个方块的地方 它滑鼠是十字架的情况下 我只要点两下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它展开 展到它的左边没有邻居为止 所以这样子我就把全班同学的平均都给算出来了 好了 有了平均之后 我们第二个要做的练习就是rank 就是算每个同学的排名了 我新增加一栏叫排名 那么rank这函式的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值 就是说我想要拿哪一个数值来做排比 那当然要排名就是排名这个同学的平均分数 那平均是在G2这一栏 那再来第二个参数是 我要在哪一个范围中做排名 所以这个范围当然就是全班的同学的分数 那这范围就是从G2到G101 也就是所有同学的成绩 所以我想要知道75.2分 在这100个分数中排名第几 那第三个是递增还是递减 就是你希望分数越高的是越排名前面 还是分数越低的是排名越前面呢 那么D真的话就是越低的排名会越 排名越前面 那当然跟我们分数不一样 那我们当然选D减 所以这边就选的是0 好所以我们知道赖姨英同学 他的排名是第50名 其实我不太确定这个数字对不对 因为有100个同学我也很难一个一个算 那没关系我就直接用刚刚那一刀点两下 让他展开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排名到底算的对不对呢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同学是在前10名的 他大概80几分 这个同学60几分 他在80几名 看起来好像没错 可是这时候我发现一个怪怪的 这两个同学都是第二名 可是这个同学87.6分 这个同学88.2分 他们两个人分数不一样 可是两个都是第二名 为什么呢 那这时候我来看一下 这个第二名同学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那么我们这时候来看一下他的函式 他的函式第一个参数是他的分数没错 可是第二个参数就发生怪怪的事了 就是他 Google计算表 帮你把同学的范围 G2到G101 也平移到了G17到G1116了 所以前面的16个同学的分数 都没有被算在排名中了 所以自然这同学就很吃香 因为他少了16个同学可以比赛 可是这就是一个不正确的结果了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有讲到说 坐标规则中有固定加前号固定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们先还原回来 那我们怎么固定呢 我们希望这个G2 第一个G2 他要帮我平移 因为他代表是这一行 这个同学的分数 但是后面第二个参数的G2 我不希望他平移 我希望他固定 那我就在这2加一个前号 我在101也加一个前号 那这个同学还是第50名没有变 那我点两下 我们就看到 刚本来是第二名 他现在变第三名了 那他的第二个参数 现在也正确的维持在G2到G101 也就是全班同学的范围 然后但第一个参数 他要顺利的帮我平移到 这个同学 刘彦军同学的分数了 所以这样子 我又成功地做到了排名了 那再来第三个练习 是做 这个同学有几颗不及格 所以我这边加上一个新的栏位 不及格数 然后他用的函式是 countif这函式 countif 那他的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范围 那我们范围就是拿 同学的五颗成绩 然后条件又用 双引号小于60 要注意在试算表中 我们要打文字的时候 都是用双引号垮起来的 好所以有同学 这同学有两颗不及格 我看一下是不是真的两颗呢 一颗两颗没错 好所以再来就展开来 好这样子我就得到全班的 不及格的分数了 那所以这个就是各位同学的第一个作业 那这作业就是把成绩单复制贴上 然后得到他的每一个同学的平均 排名跟不及格科目数 然后要注意看看你练习完之后 你的数字跟我这边是不是一模一样呢 那我们要怎么来绞交作业呢 那首先就是你在Google 试算表的右上方 会有个共用的按钮 然后它预设是只有 仅有自己可以使用 所以我是看不到你的试算表的 但是你可以点进去 然后首先因为我没有命名 所以它会要提示你说你要先命名 那么我们就先叫做 民事小学校作业1 然后命名完之后 它就会跳出共用的设定 这时候你就点下面的 变更任何知道这个连结的使用者权限 然后这个时候 它就会让你权限变成 只要知道这个连结的人 都可以来浏览 来查看这一个试算表 它只能看它不能修改 那这时候你就按复制连结 把这个连结等一下 交到作业的那个表单中 那我就可以收到您的作业额 好 那以上是一个 试算表的小小暖身 可能很多同学都知道怎么使用了 那再来就进到今天课程的重头系了 就是Vlookup这函式 那么我们来延伸一下使用情境 就是我今天我是老师 然后我有了这份成绩单 但我有点想要整理一份就是数学观察名单 就是有些同学的数学我要观察它 我很想知道它的数学成绩是多少 所以我本来的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我现在改名叫做成绩单 然后我现在想要增加一个工作表 这工作表就叫做数学观察名单 然后我这边有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是同学的姓名 另一个栏位是它的数学成绩 然后我希望能做到的事情是 当我数学观在 当同学的名字在这数学观察名单的时候 我的右边可以自动帮我带入这个同学的数学成绩 所以我现在来复制两个同学的名字过来 那我要怎么样让试算表自动帮我抓到 刘嘉义同学跟谢宇轩同学数学成绩是多少呢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Vlookup这个函式了 那Vlookup这函式根据Google试算表的文件 它里面讲说四个参数可以使用 搜寻准则范围索引跟乙排序 那这四个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直接用试算表来示范一下 首先我打入Vlookup 那第一个搜寻准则 就是我想要搜寻谁呢 那我要搜寻的就是刘嘉义这一格里面的名字 所以我就写A2 那第二个参数就是我要在哪一个范围找刘嘉义 那刘嘉义它的范围是在成绩单里面的这一个A这一列 所以我要选的范围 那我就直接按住A不放 然后我又拉 拉到数学这一栏 要注意的就是Vlookup在使用的时候 你的范围 你的搜寻标的一定要在你的范围的最左边这一栏 所以姓名在这里 那我就从A开始拉 那你的范围要一直拉到包含你想要得到的数字 因为我想要得数学成绩 那我就拉到C这一栏 如果我想要得到自然 那我就要拉到D这一栏 如果我想要拉社会 那我就要拉到E这一栏 然后这是第二个参数 那再按豆点来开始输入第三个参数 那第三个参数所以 所以是我想要在取得这个范围中的第几列的数字 那数学是在第一第二第三 数学在第三列 所以我这边参数就是给三 假设我想要抓自然分数 那我就是给四 我想要抓社会分数我就给五 那最后是第四个参数以排序 那以排序这个 无论如何你都是给它FALSE 或者是给它零都可以 就是无论如何你都一定要给这个 那不能不给哦一定要给哦 就是FALSE或零 好按Enter 那我看一下 他帮我抓到了刘嘉义同学的分数是85分 那我们简单一下对不对 刘嘉义同学数学85 好没有错 那么我们一样就是可以用刚刚那一招点两下的方法 让他复制 那所以我可以试试看 好谢宇轩同学是不是65分呢 再检查一下 谢宇同学65 所以我现在随便换一个同学的名字 我复制这高一年同学 然后我把它贴上 83分 那我看一下对不对呢 没错83分就被带过来了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衍生练习 就是作业二 我们在本来的这个成绩单的试算表中 我们把原来的这个成绩单 我们取名叫做成绩单分页 然后我们新开个新的分页 叫做数学观察名单 然后我们做到就是有姓名跟数学成绩 并且数学成绩 用ViduCover让他可以自动抓到这个同学的分数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作业二 那最后一个进阶练习 也是最后一个练习 就是我们要来串接两个不同的资料集 那么我现在手上有两个资料集 一个资料集是我之前从台电收集的 就是台湾各乡镇的家户用电 就是这七月份八月份各用了多少度电 这是整个乡镇总共用了多少 那么第二个资料集是我从内政部收集来的 它是这个乡镇有几户 那么我今天我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想要取得就是平均每一个乡镇 一个家户用了多少电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把整个乡镇的家户用电 除以那个乡镇有多少家户 我就可以得到每个乡镇里面平均一个家户用电是多少 那么资料我都放在这里了 所以大家假如同学想要练习的话 可以点一下这个连结就可以练习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四串表里面有三个分页 有三个工作表 第一个工作表是七月的用电 第二个工作表是八月的用电 然后以及第三个工作表是从内政部抓来的 那个就是各乡镇有哪些家户 所以我们练习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把 以我们要把资料就是七月用电 各乡镇的七月用电填到这里来 各乡镇的八月用电填到这里来 然后我们透过七月加八月再除以户数 就可以知道板桥平均一户有多少电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练习 那么这个试算表因为是我的试算表 所以大家没有办法直接编辑它 不过没关系 你只要把滑鼠移到档案 然后点选建立副本 然后你可以改一个你自己的名字 按下确定 那么你就可以把这试算表建立在 你自己的Google的云端硬点内一个你自己可以编辑的版本 那所以大家等一下就用这个来练习吧 那么我们怎么来用Vlookup来做到这件事情呢 那么刚刚我们可以看到Vlookup的四个函式 四个参数就是搜寻准则范围 索引跟乙排序 那么我们要用的搜寻准则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看到 其实这边有县市跟乡镇 它是两个栏位 它不是一个栏位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有些同学可能会想说 那我们就用乡镇这个栏位好了 可是这可能会有个风险 就是台湾有很多的中镇区 有很多的中山区 那可能他会抓错乡镇 那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产生一个新的栏位 来当做搜寻准则 那我们就把县市跟乡镇组合起来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在七月用电 来新增加一个叫做县市乡镇的栏位 那我这时候把滑鼠移到A这个栏位 然后在这上面按右键 然后可以选向左插入一栏 然后就可以新增一个栏位 那我们这栏位就叫做县市乡镇 那我怎么把县市跟乡镇组合在一起呢 那我一样用等于 然后B2 然后end 用end这个符号 然后C2 这样我就可以把台北市跟北投区组合在一起了 好那我写完一次韩式之后 我就用这个点两下这个技巧 我就可以把它复制到所有的资料了 好所以这样完成后 那我在八月我也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我先增加左边的栏位 然后增加县市乡镇 然后我的韩式用等于B2 end C2 好 然后再来它成功帮我把台北市 南港区组合在一起了 那这个时候滑鼠点两下 好所以这样子我七月用电跟八月用电 我都已经做好了我的搜寻标的了 所以它也在最左边 它符合VigoCard的我要搜寻的准则 应该在最左边才对 好那再来我就要从来把资料填过来了 那首先我怎么把七月用电拉过来呢 那我现在要搜寻的是新北市板桥区 那我就用等于Vlookup 那我的标的是新北市板桥区 那我就可以用A2 and B2 这是我的搜寻准则 就是新北市板桥区 那第二个参数是范围 那范围就是我可以到七月这个分页点一下 然后我选整个A到D全部选起来 滑鼠从A按下去按着不放 然后按到D后再放开 然后再来第三个参数是索引 就是我想要取得的资料在第几列 那用电数是在第1234在第四列 所以就给4 然后最后第四个参数给false 好所以它就帮我抓到了 板桥的用电在七月是123561955 那我们验算一下 123561955没错 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点两下 然后全部展开来 那我再随便验算一个 新北市五股区是不是2798537 新北市五股区 2798537好没问题 那么我再把同样的动作重复在8月一次 Blookup 然后所以搜寻标地是新北市板桥区 然后搜寻的范围就到8月的度数 然后把A到D选起来 就是我们要搜寻标地在最左边 然后以及我们的值也在这个范围内 然后再来第三个参数索引 就是我要是第四列 然后第四个参数false 然后再点两下 把它展开来 好所以这样我们得到7月跟8月用电了 那最后我只要把7月用电 它是在E2这一格 加上8月用电 它在F2这一格 然后用夸号夸起来后 把它除以板桥有几户 板桥在C2 有C2这么多户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板桥的平均一加户用电是1041度电 那么其实Google市场表还有一个自动填路 就是它会问你说 你要不要直接把你这一格的值往下填 你可以选勾要 那就可以省去了那个在方块减两下的动作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成功的得到了 每一个乡镇平均一个加户用电几度 所以你也可以找找看 你家在哪个乡镇 然后你可以找一下你的电费账单 看看你家七八月的时候用了多少电 那么跟这个乡镇平均起来 你家是用电用比较凶呢 还是比较省电的家庭呢 那这是最后一个作业了 那这个作业就是大家到投影片的这一页 点进去这个试算表 然后建立副本后 然后把它七月用电八月用电 跟平均加户用电数算出来 然后也检查一下看看你算出来结果 跟我这边是不是一模一样呢 好 所以今天的课程都上到这边了 那么今天主要是有两个作业 第一个作业是把成绩单的平均排名跟不及格科目数算出来 并且增加数学观察名单这一个工作表 来练CVLOOKUP 第二个就是算出平均乡镇的平均加户用电 那么怎么缴交作业呢 你可以在投影片这边点击这一个Google表单 然后这边可以填写你的报名 那个报名临时小学校的姓名跟email 那这个地方就是你作业一在右上角的共用取得到的连结 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就可以把你的连结贴到这里来 一样在加户用电这个作业二这边也是按共用 然后复制连结把它复制到这边来 那假如你还有其他问题 或是任何对于四三表想问的问题 你也可以在这边询问 然后按出提交后 你就可以成功缴交作业了 那如果你有问题想发问的话 可以在7月24号下礼拜六下午三点到三点半 有office hour可以线上发问 或者是你不想等那么久 你也可以到Ginmedia Slack的EDU CAMP频道 那么怎么加入Ginmedia Slack呢 可以参考这个连结 那非常谢谢大家今天参与今日的课程 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边哦 拜拜